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的大黑天 今次就說到格列弗遊記的故事 上次的小人角和大人角 看看今次可以趕快一點 再說到這個空島和衛恩角 話說格列弗上次在大人角回到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他始終是一個冒險精神比較濃的人 今次心思思無事做 他又想出海 見識過兩次意外 他都不怕死 今次他又出海 今次去到日本附近的海域上 不幸地遭到這個海盜的打劫 即是海盜去持續 他們就沒有殺到格列弗 但他就把格列弗放在一艘小船上 有他在大海漂流到自身自眠 即是等他自己萬聖死亡 非常幸運 格列弗在飄浮期間 被一架類似飛空船的物體救了 然後飛空船救了他的人 帶了他自己的地方 原來他居住在空中飄浮的一個島 叫做空島 他的地理上面飄住一座空島 下面有三個小島 是由上面的空島的人去統治 下面有三個綠地 通常皇帝 貴族 有錢人都住在上面 在上面的空島的人 科技上就比較發達 他就有空船 即是有些飛機 那些衣著是比較古怪的 類似One Piece的天龍人 就像老夫子那些 穿得很奇怪 格列弗在這個空島的期間 他就發現這裡的人想的東西都很奇怪 即是他們經常做一個天馬行空的幻想 想的東西不切實際 總之都是奇奇怪 很難溝通的 沒多久 格列弗住了一段時間 他就離開了這個飛島 他就落下陸陸地 有三座小島參觀 但落到他 其實發現更奇怪 下面的小島就有很多科學院的建築 裡面的很多科學家經常做一些奇怪的 然後有很荒唐的發明 即是他們研究了很奇怪 即是沒可能實現到 即是類似超能力的 聽就知道沒可能 完全是不切實際 不會有結果的發明 即是類似如果你要我舉個例子 好像我們拿回中國做例子 這個毛澤東時期有一個叫做什麼 全民大煉鋼這些白癡的 大家知道 就是把所有金 addressed gonna講 全部都把鉄爪都拿出來練 根本沒有體觸的科學知識 隨便也有兩次 然後就說麻雀是害蟲 鼓勵全民去射殺麻雀 結果...因為黃蟲的天敵正正是麻雀 那你殺了麻雀之後就沒有天敵了 結果這兩件事搞到中國的農業完全失收 因為全民帶煉乾就沒有人去耕田 沒有人做事,每個人一天到晚都在練習什麼 另外殺了麻雀就搞到黃蟲吃光了農作物 結果中國大恐大饑荒就死了幾千萬人 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史書還有沒有教 我那個年代的近代史還有教 現在就不知道,可能你都不明白我講什麼 拉遠了一點 陸地上的科學院的人就很不切實際 結果搞到陸地的人基本上就很荒涼 其實肉很蠻頭 衣食俗子不夠 얼達之難 但是衣食又不過有 這個亡者的魔法 可以叫到類似問米 可以叫到一些先人上來 格列弗就請了幾位 歷史書上一些很著名的將軍 或者一些很傑出的先人 即是賢者 發覺跟我們聊完之後 原來很多歷史書上的 所謂的大將軍 對一些很怕死又沒用 所謂的大神 只不過是趨炎附勢 或者是在拍馬屁那些 根本他發現歷史書上的東西 是不准的 那這個後話 即是他這個第三卷 想封刺什麼 我一會再會說 格列弗就發現了很多 他自己一直以來 認為對的東西 即是那些 本來都是錯的 沒多久 然後格列弗就離開了這個國家 他就離開了 然後他就趕他借了一艘船 就去了日本 然後再在日本搭船 就回到自己的國家 英國 第三卷這個空島的故事 就來到這裡 你看到現在的格列弗 這個進化 這個是神話的進化 我忘記了 即是這個形態 他坐著飛機 名字叫什麼空島 什麼鬼 那個由來 應該是第三卷這個故事 其實 我先說一下第三卷 格列弗的作者 到底想諷刺什麼 首先 這裡要說 飛空島的地理上問題 他就說到上面飛空島 在高高在上 下面就統治著三座小島 他正是諷刺當時英國的實施高壓統治 去壓榨自己的殖民地 例如愛爾蘭等等 英國有幾個殖民地 我不是很熟悉的事情 但我只知道 知不知道什麼愛爾蘭 什麼伊蘭 很多都是英國殖民地 那麼當時 英國就很高壓統治 即是 很不公平 即是不當他們自己人 類似這樣 這是其中 格列弗的作者 想諷刺一個地方 然後 他去到陸地上 剛剛說了很多科學院 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試驗 其實都是諷刺 英國當時的科學家 都是做了這些類似 類似的科學實驗 研究 總之這些是很 天馬行空 基本上是不現實 不實際 格列弗想諷刺這件事 令到當時 可能去英國 投放了太多資金 去研究 搞到人民 就 吃都吃不飽 即是 生活水準 水平 都維持不了 這樣 最後 他就趕到 去召喚這個 這個亡者 即是找些先人 上去問 其實他就想諷刺 當時很多所謂的 歷史學家 評論家 他們 到底他們 說的東西 是不是對 或者他們說的歷史 是不是真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 我們中國的 雙袖王 酒池玉琳 其實是否真的 好像歷史所說呢 你要知道 雙袖這些事是誰寫的 其實他是由 周朝的史觀寫 因為你過 雙朝到周朝 是周天子 叫人寫 你覺得一個 推翻了雙朝的周天子 到底會不會寫得 雙袖王很好呢 其實大家都 利益關係 想大家知道 因為你寫到 雙袖王 那麼衰 我推翻了 你當然是為 自然是一個英雄 對不對 但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這樣 真的 沒有人知道 類似英國 當時很多評論都是這樣 例如 尼錄 尼錄 這些暴君 到底是否真的 說到這麼衰 還有當時 說到瑪麗王后 即我們的蛋糕妹 我們的瑪麗王后 有一個性侵犯自己的兒子 是一個 是一個 人民公敵 但實際上 後世很多都是平反的 所以 他說到明 其實歷史書 評論家 其實就不一定對 不一定可信 格列弗想帶出這件事 即作者想帶出這件事 最後 第三卷的故事 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 就會說到最後的 惠恩國 惠恩國 那個是最後的 那個 比較 都是很有諷刺 的意味 我們這個故事 就來到這裡 然後 就 說到大黑天的緣 其實格列弗最好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打被三門天 一個就是打大黑天 其實都蠻好打的 其實真的都OK 這個角色就 如果你齊寵的話 當然就不太有用 但如果你是 一個新玩家 抽到的話 我覺得都 還可以 不過不失 這個角色 如果你叫我平反 我想他都有 B B到C之間 都OK 對了 雕閃這裡 在這裡 秘馬大招 接著就 賣尾 準備 因為四個絕招都沒有什麼 OK 那麼四個絕招輪流開 那麼 自己小心不要太早 爆到面具 對了 面具爆都沒所謂 但是就 撞一撞友情 其實撞到雕蟬 都已經有幾十萬 不過你撞弱點 說真的 但是不夠近 因為打得很噁心 OK 這裡有機會爆到珍珠 對了 我特地不敢吃劍 如果我向左彈 就一定會爆到 那零欄這裡就一定爆 不用遷就 因為下回合 雕閃的吸血 應該都KO 可以 這裡我想怎麼你都打到一半血 對吧 怎麼都打到一半 嘩 就殺不到 真善為不錯 其實零欄的加速加攻 倍率就不算很低 但是始終這類的 就這樣加攻加速 我覺得都是沒有 不是說很有用 當然他附帶一個無敵 但是 總括來說 他的輸出能力不算高 搞定 有雕閃 就輕鬆一點 加上 4隻可以勉強 但是3隻都是飛行 其實都很危險 只有1隻素雷 打第二關會很危險 第二關我們雷兩關爆 其實很容易炒 烏龜 我都很討厭 我都很討厭 因為他打得慢 他又經常出五龜 都很惡 那我們今次加烏龜遊記 第三卷 就來到這裡 下次就打結局第四卷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